大家好,欢迎回来 这个视频我们进入到第五章 也就是编程数学这本书的最后一个大章 叫做分形构造问题 如果你跟着我前面的所有的视频来到现在的话 首先祝贺大家 因为你已经完成了前面18个视频的很长时间的学习 我们在之前一起讨论了如何安装使用Octive的软件 然后解决了消防所的选址问题 旅行商的问题 然后还有这个多种方式去使用蒙特卡罗莫尼卡 去解决一些不方便直接使用数值运算的数学问题 所以在这边的话 希望到目前为止大家对 首先是说在数学方面的一些本身的问题 我们通过编程来去解决这样的一种算法上的转换 有了一定的概念 另外的话 逐步对于我们在每一章中慢慢介绍出来的Octive的若干函数 方法 还有就是它的语法词法 有一些感觉 这个其实是这本书 也是我们这个视频系列的两大主要的目的 一个目的是帮助大家建立编程的思想 其实也是希望大家通过学习对于编程不再感到害怕 而且慢慢感觉到编程的乐趣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实际的问题 尤其是说数学方面的这些基础的问题 第二呢就是熟悉这样的一个工具 其实类似的这个工具像MateLab只不过相对来讲的话Octive是开源的软件 可以随时随地可以下载 然后直接去使用它 然后立即上手 所以在这边的话也是希望大家再接再厉 我们一起把第五大章完成 然后给自己一个就是整本书的完整的结束 所以在第五章我们讨论分形 也就是这个facto 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会用分成几个部分来给大家讲解 首先是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去讨论分形的概念 然后像往常一样介绍在这一章中 我们通过一些基本的例子来介绍一下我们会使用到的Octive的语句 其实大家也应该能够感受得到 是我们一般在一章的第一节中用到的这些语句 其实也就 也在练习的过程中编写了一些小的就是程序块 我们也叫语句块 这些语句块其实在后面我们肯定都会用得到 而且你可以简单的把它就是复制粘贴到你的用得到的那个程序里面 其实在这样的话就是一种 我们经常所说的编程你是要考虑它的reusability 也就是可重用性 所以我们也是去积累一些对于Octive的一些基本的方法 然后在下一个视频我们会去讨论旋转矩阵和底归函数 这个也是进一步的一些数学方面的准备 然后我们又要使用旋转矩阵底归函数的基础去练习一下三角形这个图形的旋转 有了三角形的旋转的基础的话 我们会在一个视频争取去完成四边形六边形的旋转 其实它相对于三角形的旋转也就是在利用旋转矩阵的这个方式以及地归 我们很容易把它拓展到多边形 只不过去改变你的这个边的数量 然后527是一个这一张的就是相对于来讲的核心了 就是分形数我们去真正的画出来一个就是利用分形的方式去画这样的一个数 然后最后一个视频的话 我们会去介绍一下三角形的相似笔等笔数列和等笔数列的和 目的是最后画出比达格拉斯数 其实这个最后一个小节的画出来的图形 也就是这本书的封面上这个图形 可以看到这里面有正方形有三角形 还有它的相似的三角形 我们利用等笔的数列逐步的去让它进行分形 同时的话我们还可以去控制它的颜色的渐变 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一张会去学习到的东西 所以首先我们进入到第一个小节的部分 来练习一下Octave给我们的提供的一些工具 在这边的话我已经第五章节我创建了一些字幕录 大家到我的这Github这头的话在LearnOctave 如果大家在前面几章节已经熟悉了的话 可以在这边直接进入到Codemask的这本书的子幕录里面 然后现在可以看到前面的二三四章 我们已经完成的章节它的原代码已经都一一都放在这边了 大家可以在这里面去进行就是探讨 就是在这边的话会看到有详细的就是这些代码的一步一步的过程 我们把每一个会有不同的这些代码的话都给大家放到这个仓库上面去 好 分形 首先什么叫分形 根据这维基百科大家可以去查查询中文的维基百科 就是查分形或者查英文的Fractal 是指一小部分碎片和整体的相似几何形态 这其实也是为什么我后面会介绍相似三角形 是说你把分形的一个部分拿出来和它的整个整体 你会看到有很大的相似 这种具有自我相似性的几何构造称为分形构造 分形为曼德波罗也就是曼德波罗 所以让曼德波罗的SET曼德波罗级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分形 大家在维基百科上面应该能看得到 这是一位科学家他率先使用了这个词 原于拉丁语分形构造用在理学工学 就是我们去创建分形 主要是通过地规重复的方式 然后在每一次重复的时候 将它的面积或者大小进行地规的变化 这样的话你会看到比如说海岸线 你那个zoom in放大的时候 你会看到海岸线其实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分形 当然它不是规则分形 它是非规则的 但是我们主要通过Octive去创建一些规则化的分形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当你看到一小部分碎片和整体是有相似几何形态的这样的特点 其实也代表了说分形 我们是用一个简单的图形去实现一个复杂的结果 通过我们的地规重复 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首先来进入我们的这些Octive的编码的这些知识准备 在第一章521我们进入到这儿 把它塞的成Current Directory 首先我们要看的是我们之前只是在画点画线 或者我们去画多条线 但是我们并没有去画实心的这样的集合体 你可能会想到在上一章节我们去讨论这个就是蒙特卡罗进次法的时候 我们也生成了一个重叠图形的就是当我的数量很大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近似于完美的实心图形 但是它的实现方法和我们要用的Fill是完全不同的 它是用尽可能多的点去近似出来让你的眼睛已经分辨不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平面填充 而我们现在的Fill是直接是从几何也就是从数学的角度真正去实现这个图形的绘制 所以让我们来创建我们的程序 所以在这边的话是TestFill 有了这个技术的话我们就可以去画一些真正实心的几何体了 所以我们来打开TestFill 首先我们去清理内存清理画图区域 hold on 我们去让它能够去画出多个图形来 所以我们先放几个项量 X1等于0 1 0.5 3个元素 用分号这样的话就不会显示出来了 Y1等于0 0 1 我们就可以先FillX1 我们就可以先FillX1 Y1了 用的是B就是Blue AxisImage 现在就可以画出来 可以看到我们给出了X的点是 一个是0点 一个是1点 第三个点是0.5 Y是0 0 0 0.1 所以就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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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5 1 所以这个它组成我们用的Fill命令的话 它就组成了一个实心的三角形 它就把最后给封闭起来 同样的那我现在再加上一个Y2 可以看到YX2 Y2是四个点 四个点的话那就是个四边形 所以就是其实在这边的话 我们不会不是说我去有一个命令叫做Triangle 或另一个命令叫Rectangle 而我全是通过这个坐标向量去直接定义的 这类似于大家如果使用这个就是OpenSed去画一些2D的图形的话 其实这类似于Polygon 就是我们去画多边形 我把这多边形 我知道如果它有横平数值的话 有平行 那它自然就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或者是巨形 但是这个并不是我的强求的 我强求的是这些点 我有定义好的坐标 所以这个X的坐标是1221 Y的坐标是1122 所以看起来它是11点12点22点21点 那就是12点21点 那这应该是一个巨形 那我们来Fill FillX2 Y2 然后这个是用G是Green 我现在来放下来 这个是112122 12 所以在这边的话 其实没有限制说 如果我第二点是3 它就画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而已 所以在这边的话 是完全由你这边来去确定 比如说这一点我画的是2.5 那它就连T形都不是了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纯的这样的四边形 所以你只要去定好你的这个四个点就OK了 其实这个在我们在之前去算那个圆形的时候 我们画了一个圆 但是右边的那个四边形 就是巨形和圆去做重合 它们去重叠的部分 我们其实没有去画那个四边形 我们是给了四边形的四个点 XRY的这两个项量 但是我们没有去用Fill 所以在这个例子中 大家可以学会 你当然是说如果你自己知道 我想画一个这样的五角星或五边形 那你只要给出来五对坐标就可以了 五角星其实就看你给出这个坐标的顺序 是不是就是先给 比如说我现在画出来的是这样的一个图形 那我是不是能够先让它画到里面 然后再出来 那其实我这边的话 那我就这边不是这个点五那一了 那我这边的话如果是1.5 那然后我这个我是0.5 你可以看到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它就是从0然后这个高一点 这个又低一点 这个又回来 所以如果你现在去量测量好五角星的五个点 那它其实它就完全去给你画出来这个五角星的这个重叠区域 所以就是在这边的话 这个所有的这个点按照顺序 你只要把它的坐标画出来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现在得到的是这样的第一个图形 第二个我们是test的post 就是我们让它去做这个图形 因为post对我们做分形来讲的话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的分形是要一步一步的去做地规重复 所以我我最好能够去控制我们的这个运行的速度 而不是说try一下就完成 这样的话你看不出来这个图形的变化 所以我们来testpost 在这边的话我们给出来clear 清理图形区域 hold down 所以hold down后面其实有分号没分号没关系了 给出来我们的轴 1 10 1 10 我们先看一下现在是一个什么效果 所以我们现在用access这边的话 确定了我们的这个坐标球的大小 如果我没有这个 你看到的就是你现在什么都没有吗 所以他就是给出来的仅仅是一个单位 就是1这么大 当然随着你画这个图形的大小的话 他也会去做相应的调整 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先确定好我们的这个坐标的这个范围大小 然后我加上一个循环函数 i等于1到10 然后在这边 作者这边的话这头应该是有缩近的 是plot i i k是黑 然后这是圆点 然后end一下 如果我没有pose我得到什么 可以看到 try一下这个10个点就出来了 再再画也其实没有区别 我们加上这个pose pose这头的话 每次他给出的数是秒 所以现在是0.1秒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了吗 我为了看得清楚一点的话 我们给出来0.5秒 现在大家能够看得出来pose的作用了 就是每一次我等待0.5秒 然后他采取那个进行下一条语句 下一条语句就是for的下一次循环 所以我们用pose在我们的循环变量过程里面 这个语句块里面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把图形显示变慢下来 其实这个也是为了让我们看到图形的效果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sum的话 我们实际上是 当然这个就是简单的那个输出加法 但是我们这边的话 主要是测试一下 就是我们去定义自定义函数 所以这个实际上并不是sum function 而是test function 我们之前的话并没有去自定义我们自己的这种函数 我们都是直接在用命令 所以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是说 它的关键字就是function 可以看到是说在这边的话 如果你用过python的话 python的关键字就是def def 其他的可能都是有相应的定义 但是这边的话function 你不用给出这个function的类型 就直接给它一个名字 function s 给出我们function叫做sum function 那就是输入两个行参 就是xexr 然后我返回 其实你也不用snake return 就是你在这个里面去计算 最后一条语句的结果 就是返回值 我把它进行加总 然后我同样有一个end去结束这个function 然后我就可以用这个function输入两个值 在这个就在terminal里头 你去看了 test function at line2 看见这边出错了 undefined x1 2 第二行 这个x1 x2 x1等 s等于x1加x2 这个是定义的呀 再来运行一下 code from test function test function at line2 这个比较神奇啊 说在这边的话 它这个怎么会出错呢 sum function 这是函数1输入的变量s的输出变量s等于 好 在这个地方 来看一下我们到terminal窗口 是 sum function 这个是不行的 然后test function 3-5 得到了这样的一条 诶 这时候得到了这个answer8 sum function doesn't agree with function file name ok 所以就是在这边的话 这个倒是之前我没有注意到啊 就是说这个function的name和这个file name是要一致的 所以我不能随便的在这说这个叫做test function 而这头的话我的里面定义了叫sum function 这边的话就叫sum function下滑线 这个倒是跟那个路啊或者rust有一点类似 就是它这对你外面的这个名字也是有要求的 所以我现在是3-5 3.5 好 现在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它这边的话是通过文件名去同样定义到你里面的这个名 这个同样也类似于加瓦中的class了 就是说这个class的名和你外面的这个文件名 所保存的文件名是一致的 所以这样的话才 它才能够通过文件名去找到 这个倒是比较有意思 好 那我们到目前为止的话 这个准备的工作就到这里 基本上这一次我们使用到之前的很多要用到之前的一些skill 同时说一个就是图形的填充 可是时间上的暂停 还有一个就是去定义自定义 就是创建自定义函数 在或者是function 我们在下一个视频进入到旋转矩阵 去还有就是这个底规函数 我们去探讨一下这一些准备工作 好 下个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